中国跟美国在南海 这条短期内是打不起来 大家可以放心 双方都不会去做那么鲁莽的 虽然这种剑拔弩装的布局跟姿态 都有它内部的政治的一种驱动的需求 而且这种对峙状态 我相信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菲律宾系的总统 也许他的思路跟前一个总统 也许不太一样 如果他愿意开启双边协商 尽管仲裁对他有利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缓解 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中文大陆可能就不需要 再往前走下面两步 下面两步我相信 当然都会引起周边国家 特别是美国强烈的反应 一个是在黄烟岛进行军事建设 包括田岛等等 因为这是靠近菲律宾最近的 但如果美国在菲律宾增强它的军事部署 那么中国也不排除 这一种较劲的过程 那另外会不会在南海宣布防空识别区 南海 他将来 他现在慢慢会让他自己拥有那个能力 去执行这个识别区 所以他建这些跑道 建这些防空设施 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比较慎重 这一步会做得比较慎重 因为我想对他来讲能够缓解 跟ASEAN这些主要的争端国之间的矛盾 我想对他在整个区域里面 他需要维持一个 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可预期 比较稳定的环境 有利于他自己的经济改革 我想还是他的优先目标